理财APP 好 今天理财APP要来关心凶宅的问题了 台北市景星大楼过去因为火警坠楼殉情 34年来夺走了24条人命有台北低凶宅的称号 不过投资这间大楼人却是赚多赔少 有人买顶楼不到一年转手就获利了1600多万 为什么 凶宅一般的行情怎么样 买到凶宅怎么办呢 理财APP连线访问住商不动产徐嘉欣主任 嘉欣你好 嗨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伙们大家好 是 首先告诉我们凶宅的定义是什么 好 凶宅定义其实我们这样说 虽然我们一直说凶宅凶宅 但是其实政府的工部门 我们唯一能够依循的就是97年的时候 内政部曾经有发过一个函 跟房仲公会全联会做一个所谓的凶宅的解释 那凶宅的那个定义 根据这个函室它的说明是叫做 专有部分发生非自然生故 那所谓专有部分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房子 我打一个比方来说好了 比如说跳楼这件事 那这个人从七楼跳到一楼的话 那七楼一定是凶宅嘛 对 可是如果说是一楼是可能某一个邻居的后院 那一楼也会被视为凶宅 哦 很倒霉 对 那如果说一楼是中庭花园的话 那其实一楼就不算凶宅 是 那如果说三楼发生凶杀案 其他楼层算凶宅吗 其实只有它的专有部分 就是发生凶杀案这种非自然生故的状况 它才算是凶宅 所以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案例 来说的话是只有三楼才是凶宅 是 但是其他楼层行情会不会受影响 其他楼层我们实话说好了 就是说当然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 它在法上面 事实上其他的楼层都不是凶宅 只是会有一些买方 他会很接意这样子的事情 那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专守性 跟他家家的意愿 是 那如果让尸体借到经过住户的话 也会影响到房价吗 其实尸体借到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因为内政 如果我们根据内政部的定义 它其实也不是发生所谓的一个不幸时期 就是这种非自然生故的一个现场 所以事实上是没有所谓的凶宅的疑虑的 是 如果说兴建期间呢 有发生工人坠落死亡的意外 甚至工地以前是刑场或是乱葬缸 这又怎么定义 会不会影响行情或是购买的意愿 这个事情来说的话 因为其实你如果说像是这种工商的 就是说可能公共安全危险造成的一些伤害 那当然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如果民众知道 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如果说在内政部的定义里面来说的话 它事实上因为很难定义专有部分 我打个比方来说好了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工人 也许他从楼上可能从八楼掉到一楼来 那掉一楼 但是因为我房子还在结构体 所以我根本也还没有所谓的登记 也没有专有部分 所以其实它在这个所谓的一个认定上面来说的话 它事实上它会有一些模糊的空间 那当然我们这样听到现在 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好像要定义成凶宅 其实没有那么样子一个容易 那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目前食物上面在进行的时候 它会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 那一般凶宅的价格是正常房子的几成呢 其实一般凶宅的价格的话 大概会是五到八折左右 那我们所谓的五到八折的话 就是五折大概就是发生一些 大家比较耳闻过很知名的社会事件 那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那当然随着时间上面的一个就是增加 那可能比如说三年前发生的凶杀事件 跟三十年前发生的凶杀事件 那当然三十年前的这个凶杀事件 它的一个房价上面的冲击也会比较小 但是我们不可会言 就是确实在凶宅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的话 因为国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心态 跟交易习惯的一个影响 它对交易的一个价格的部分 它会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冲击的 那台北市中山却景星大楼 它的行情又是怎么样 其实如果说以这个个案来说的话 因为它本身在先天的一个条件上面 第一个它其实魏林森北路这样子的一个区块 那本来在就是区域上面来说的话 就比较复杂一点的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观察到 这些栋大楼它的一个规划上面 因为户数很多 那等于说进出也比较复杂 那租认的客户客人也多 所以其实这种种种因素下来 它会埋下一些因子 那这些因子就是说 可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 大家比较不乐意的非自然生股 无论是自杀或者是他杀的一个事件 那当然以这个个案来说的话 跟周边同类型的产品比较 它是其者左右的一个价格 就是平均下来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 除了它的一些所谓的社会事件之外 另外的一个关键是在于 就是它本身的一个管理 可能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些 所以像刚刚主持人你有提到 就是我们好像怎么会有人 买了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那它的一个投资报价值相对比较惊人 其实关键在于就是它取得的一个成本 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可以获利1600多万 不到一年 这真的很惊人 我们的推测 就是说当然它如果说是 这个房子没有经过任何加工 我举个例子来说 可能就是它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装潢 然后再直接做转售 应该是不大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金额 那我们认为就是以现在来说的话 很多的屋主 他为了要卖到好价钱 他会把房子去做一些金装 那你当然去做一些金装 好了之后 那可能因为它 因为我们也实话说 这个地段其实交通蛮四通八达 而且生活技能也还不错 所以可能在银行建库的价格上面来说 就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 以照这种状态来说的话 像它在出售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获利空间 那当然同样的一个逻辑上面 我们在租刃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的话 因为它的区域上面的行情 就差不多是这样 但是它的成本 是人家的少了三成的成本 所以投资报酬率的部分 也就会比较好一些 是 其实大家对凶宅印象都不好 虽然你刚刚说的生活机能不错 等等交通便利 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择 居住在那边 就是用租的方式住在那边 其实关键在于就是说 因为租金的 因为在这个区域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除了它的一个便利性之外 最主要是一般来说 这个案子 它的租金也会比市价稍微便宜一些 那所以其实对于一些租客来说的话 他会觉得 我住在这样子的一个社区里头 至少有一个提升之所 那对于房东来说的话 只要有人愿意准时缴付租金 那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双方合一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其实在交易的一个状况上面来说的话 就会比较理想一些些 但是当然我们延伸下来 其实还有一个状态了 就是有些人会问说 那凶宅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解决 凶宅有没有保存期限 那其实在现在的法规上面来说的话 凶宅是没有所谓的期限问题的 所以才会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个案可能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些凶杀的 或者说自杀的一个凶宅 他会浮出来 因为可能邻居的一个口耳相传的原因一个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些人会说 那如果说凶宅这个部分 我要怎么样跟前务主 跟务主们去做这个所谓的求偿 那其实一个关键在于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举证 所以其实有时候邻居的口耳相传 你要是没有办法拿出实际的简报 那可能在这个部分上面就没有办法举证 那当然对于中南部来说的话 因为很多都是偷天的产品 如果不幸发生这种所谓的凶宅的事件的时候 其实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把房子打掉 然后民俗的说法是说 一年之后再去做新建什么也方 就是晒地 对 搭地 要吸收洋气 那但是其实如果你从土地登记的说法来说的话 因为你房子就拆掉了之后 然后你盖新的会有一个新的建号 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专有部分 它其实就已经换到一个新的一个专有部分 所以就变成是说 它的一个状况就不会是凶宅了 是 如果说卖凶宅之前呢 没有事先告知买主 屋主或是房仲要负责任吗 需要 因为其实像屋主来说 它这个东西算是一个房屋的重大瑕疵 所以如果发生重大瑕疵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屋主知道没有告知 它其实是构成一个诈欺的 那当然在刑事的部分上面是诈欺 民事的部分来说的话 法院会针对这个房子所减损的价格 那判这个所谓的屋主 它应该要赔偿多少钱 所以买家可以减少嫁金 那可不可以解约呢 比较难 我们其实在过去的一个判决 或者是判例里面 是很少看到 凶宅的部分有到解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多数能够解约的 是法官认定 他可能会真的危害到居住安全 比如说海沙后辐射 那这个我们有看过解约 但凶宅其实判到解约的案例 就我们所知 其实市场上很少 这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 是 如果租到凶宅 那屋主事先没有告知的话 也可以减少租金吗 其实在租刃的部分上面 因为没有告知的一个义务 那很多都是房东自愿去告知的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 透过这种所谓的一个 租刃的一个过程 在凶宅里头去住的话 那除非房东合意解约 那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解约 可是现在已经有立委 已经规划要把这个部分入法 那也许入法了之后的话 那可能对于租客的部分 会有比较多的保障 最近有些房地产文宣 主打不是凶宅 这样逆向操作 结果受到瞩目 你觉得这样的文宣 对于销售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当然对于一些业主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说 也许它可以吸引到一些消费者的目光 但是我们会认为 终究消费者还是回归到 这所谓房屋的价格 房屋的一个条件 而不是其他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行销的话数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来说 可能还要看看屋主接不接 因为有时候行销的话数太夸张 可能屋主也会有一点在意 是 也有一些中国直接在文宣上就写说 是凶宅 勇气可嘉 这样也对于销售有起什么作用吗 其实如果说是凶宅的话 那市场市场上面会有这些买方的 那这些买方的话 我们或许是有接触到有一些买方 它对于凶宅是有接受度的 比如说它可能是基督教背景 它也需要不大相信这个事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有一些它可能 我没有认识有一些客户 它可能是法师的背景 那它认为它可以去解决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案子如果说 因为它是凶宅 所以它价格会相对比较低 那当然有些人着重价格的部分的话 它就可能比较不会在意 这个一个缺陷 你刚提到这个凶宅价格 是正常房屋的五到八折左右 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价格会更差呢 通常如果发生多次的 就是说这个个案里面 发生多次的一个凶杀案 或者是说是那种类似灭门 这种个案的话 它的一个价格 其实是会相对比较差的 那像之前的那个 彰化红若潭的那个命案 它的那个庄园 其实后来是经过多次的一个法拍 才顺利去做一个出托 那当然如果说是 这种所谓的国人认为 机会上面又再加上一些 相对大家更不愿意看到的 一个事情来说的话 那它可能在价格的部分 冲击就会更大了 那如果像是KTV 或是餐厅的火警死了很多人 如果说像这种状态来说的话 通常国人如果说是像这种 所谓的一个发生凶案的一些 比如说像大型的KTV 像之前台中的那KTV 后来它采取的就是 拆除重建的一个方式 那但是在地人大家都知道 那另外的话 我们台北其实曾经也有几个 就是咖啡厅的大火 那后来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它就会变成 某一些营业的空间 比如说它可能继续 开设像是咖啡厅 这类的营业出所 或者是说我们看之前 也有几个 它后来变成耗子 就是那种股票交易的一些地方 那还是继续 去做营业的一个使用 那可能我们相信 也许租金的部分 它会相对比较便宜 对于凶宅 我不想你还有什么提醒 其实我们会提醒消费者 就是当然大家都不是 很乐意买到凶宅 那事实上现在也比较糟糕 就是说我们其实 所谓的凶宅网 那事实上也并没有 完全的一个揭露 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在意凶宅 或你很在意就是 你买到的个案 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来说的话 我们会提醒就是 我自己用的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来说的话 就是大型的房仲业者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凶宅资料库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可以来去做一个查询 这是一个 那第一个来说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搜寻引擎 来去做查询 比如说像Google 或者是Yahoo 但是我们都会建议 你的查询方式 并不是所谓的 中校东路凶宅 不是 而是查询 比如说中校东路凶杀 中校东路就是命案 或者中校的自杀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透过社会新闻的一个查询 因为现在很多社会新闻 它都会就是 拍出这个大楼的一个外观 所以其实 你会多多少少 其实是可以看出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助商不动产 徐佳新主任 大家问我们什么时候